我是凌峰,我是攝影師 自己的攝影風格多數都是影性感和情色為主 是不是一種罪呢? 在我的攝影標準上,我從來都不會哄別人脫衣 我都不會主動叫模特兒脫衣 這些東西都是可能基於他們欣賞我 喜歡我的作品的時候找我去做的 我做完的作品,我想那個女生自信一點 我想我可以創造一些自信給女性 或者一些目標給女性去努力 我拍完之後可能她們會有少少肚腩 我可能會幫她微修 但女生本身不是不知道的 但起碼她會知道 原來我做運動可以變成真的這麼完美 我之後覺得有一群女性 其實覺得這件事很漂亮 但問題是你們不認同 這種不認同其實是很多人內心裡面的一種慾望 因為那種漂亮是大家最禁忌,最不想看那種 或者是大家最想看那種 但最不敢公開講那種 問題就是為什麼所有人 看著一個性感的女性 不著身的女性 就會想起性 人不應該那麼膚淺 去想一個女性抹大腳 就一定是那一回事 即是拍照也可以抹大腳 拍照也可以自己去捉摸自己的身體 不一定是一摸就性興奮 香港的藝術 就好像所有的藝術館告訴我們 就是當你是畢加索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藝術館裡面 但當你是一個噴濃度的人 你就應該是備受歧視 這個就是藝術文化和似藝術文化的分別 那究竟像代表的是什麼 就好像現在做程式作品 性感作品和你做的就是像 但是攝影師可能收一些 一些名牌去做事 他們拍程式的時候 很合理化的時候 他們就是藝術了 因為他們像了一個品牌 其實香港的藝術 是一點都不大眾化的 究竟香港的攝影 當中存在有多少種尊重 在我眼中我覺得 香港的攝影是不斷死亡的 只有上流攝影、商業攝影 做什麼十幾萬一單工作的人 那幫人滋滋油油 坐在一張椅子上面 但是對香港攝影還有貢獻 說的是幫助香港攝影行業的人有多少呢 是不是說你接一單十幾萬 令你是一個香港知名攝影師 就代表你為這件事付出呢 是不是真的說 我們整班人世界級 我們很厲害 那下面呢 下面還有很多有興趣的人 但是在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現實地 只是因為我有這樣的地位 我才可以發聲 所以我很想為我身邊所有做創作 不是單純是性感 做創作的人發聲 香港的藝術行業是死了 但是香港的藝術人是未死的 我很理解的一件事就是 你想做的事就是要捱的 我覺得 究竟在我們很忙碌的生活當中 我們是否可以堅守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不認為我拍的事是絕對對的 我也很主觀 我只是拍我喜歡拍的事 而我證明我看到的美是曾經存在過的 這件事是我一直以來去做的 亦都是我覺得每一個攝影師需要堅守 我經常都會想 是否要顧及那麼多呢 在我眼中 對於我來說 無得而上我就會去做 我覺得漂亮我就會去完成 那究竟攝影師的責任何在呢 我不是說我覺得攝影師沒有責任 既然整件事的發生 其實從來都沒有說過不致遠這三個字的事 究竟誰去答我攝影師的責任在哪裏 最後的一段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